大导演陈凯歌和试炼梅兰芳的黎明一同现身电影手艺会 他们难得同台现场欢声雷动 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来到这里 也很感谢每一位媒体朋友还有很多好朋友 今天也在这里见面了 名模王胜芬和隋唐也都穿着金居味十足的礼服出席手艺 而现在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台湾当代戏剧名家郭小庄也前来捧场 黎明为了演出梅兰芳的角色吃尽了苦头 对金剧一窍不通的他得一切从零开始学起 但黎明在电影中的表现让陈凯歌大力赞赏 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金剧非常非常的难学 黎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练习 你看黎明的演出在这个片子里面 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你在这个慢慢的品味一杯清香的绿茶 陈凯歌指导的霸王别姬在1993年获得坎城银展金棕榈奖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相隔15年梅兰芳又认为第59届玻璃银展金赛片 而梅兰芳在大陆上映首周票房就直逼4000万 成绩真的超亮眼 我只是我在这个时代中 我只求留下不可不必的结束 今天宣传陈一帆高与林台北相当报道